中國官員在星期一說 已確認的冠狀病毒確診病例已超過7萬 死亡人數接近1800人 已感染了將近11000人 300 名美國公民在星期一凌晨從鑽石公主號郵輪撤離 當中包括14名病毒呈陽性但未顯示症狀的日 英國連續第二個週末遭受巨風丹尼斯的洪水及大風襲擊後 最少有兩人死亡 巨風吹襲英國大部份地區 吉利亞軍宣布已完全控制了阿勒坡地區的幾十個城鎮 並且將會繼續攻擊當地的激進組織 伊朗政治長眼派有望在今週的國會選舉當中獲勝 他們的政黨在2021年總統大選帶來更大獲勝機會 並相約受到華盛頓制裁傷害的務實政界人士 比賽中很頑端的名誉 在現在見到華盛頓制裁傷害的位置